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alling Pass有点不对 应该是7点15分就起飞了 看到12点有点打错吧 一看真的迟了4个多小时 因为他5点多才发Email通知我 所以我们已经出门了 赶不及了 但是很奇妙 在那边等了几个小时 本来我们那天没睡觉了 打算在温哥华途中睡觉 所以那天累得不得了 但是后来他说 他们加航 加拿大航空师 误点是他们的问题 他们给我一个打折 九折 所以下次我们去阿根廷短算的时候 我们可以为教会省下10% 所以那个4个小时也挺值得的 所以这个是神的恩典 在温哥华的时间 我跟我师母的姐姐住在他们家 我上次几个星期以前都分享过 他们教会的乱七八糟 他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斗争 各方面的问题 有300多人离开教会 另外起了一个教会 有很多问题 他们里面的问题不说了 但是呢 师母的那个外人 应该是外生吧 那个男的 外生 他说了一句话 他用英文说 I don't believe in pastors anymore 我以后都不相信牧师了 传道了 哇 这句话对我来是很大的打击 当时他们的教会里面有直视的人 平信徒领袖 跟传道人 他们都在产生很多的 在权力斗争的事情 亏欠了神的荣耀 羞辱了神的名的事情 影响一个年轻人 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从教会从小长大 他还去教会 但是他说 我以后不再相信传道人 哇 这句话 很吓我的心 那不是我 他很聪明地说 可能你是亲耻 我还相信你吧 because you are my maybe this pastor 还有其他人不相信 因为我是他的遗仗嘛 但是呢 我知道这个事情 教会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 从小教会长大的年轻人 在教会当中做年轻人的导师 大年轻人 他就是等于差不多他们教会的青年传道一样的 但是他现在受伤很严重 因为他看到他们教会的几个传道同工工人 很多的没有诚信 没有诚实的一些表现 他们觉得以后不相信他了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那个经文 保罗 他是面对这方面的一个挑战 指控 当时哥林多的教会说 保罗啊 这个人讲话又是又非 一个事情说是 一个时候非 说了要来 看我们又不来了 这个人没有诚信啊 这个人他说话不算的 他讲的道理可能也不对 而且他写的信有很多问题 很严厉的话 所以他们当时哥林多的教会有一伙人 他们就跟保罗来对着干 攻击保罗 要把保罗在教会的地位彻底的彻尾 我们知道保罗是建立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使徒 他把他的 他常常到哥林多的教会里面 但是呢 现在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斗争 保罗的心非常伤痛的 在哥林多教会我们看到保罗在第一章 他说完他祷告的话的时间 就讨论这个问题 好 我们在今天看的经文是第一章十二节 一直到第二章 第二节 保罗的他的看法是 他要鼓励我们所有在主里面侍奉主的人 哪管是传道人 哪管是平信徒的 侍奉主的工人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传道人的问题 是所有侍奉主的工人的问题 工人要成为一个有诚信 有诚实 信实的人 但是要从神的信实开始 好 保罗在第一点 他说在第二十二节到十四节看到 他要做一个诚信 鼓励我们所有侍奉主的人 要做一个诚信的人 有诚信应该是有诚信的人 诚信是一个名词吧 应该是有诚信的人 有诚信的工人 第一方面我们要决心在哪里 十二节他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 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 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 乃靠神的恩惠 向你们更是这样 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 并不在外服你们所念的 所认识的 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 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 以我们夸口 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 以你们夸口一样 这里我分上个重点跟他分享 第一个重点是 诚信工人的信心 决心 这里说我们所夸的 保罗在保罗私信当中 常常说到夸 夸口 夸口那个字很难翻译的 我们基督徒当中 不能自夸嘛 你夸口的话好像骄傲的意思 但是保罗这里不是说骄傲 他说我们所夸口的 现代的翻译是我们proud的 就可以说我们以你为荣的 我们看到 可以能够看到这个是神恩典 以夸口 所以保罗说我夸自己的软弱 让基督的大能在我软弱当中 显明出来 这个夸口呢 不是凭自己的学气肉体的夸口 乃是凭着神的恩典当中的夸口 所以我们所夸的看到神的恩典 以你为荣可以荣耀神的 这个点是哪里呢 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 夸口的就是良心见证他在神面前 这个有诚信的一个决心 那这里保罗用了两个字 评价神的圣洁和诚实 那诚实这个字英文的翻译为 sincarity就是诚实的心嘛 圣洁 真诚实的意思 真诚的意思 圣洁呢 就是英文叫NIV的翻译叫Holiness 它是凭着神的圣洁 跟诚实 那ESV呢 另外一个英文的翻译 它说 simplicity and sincerity and godless sincerity 那这里有一个翻译的一个问题 因为原文的这个字呢 hegios就是圣洁 但是有一些版本呢 圣经的超版呢 它是heglo 这个I 变成L 所以两个翻译有不同的一个意见 但是基本上方向都差不多 方向是说 假如用圣洁的话呢 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 就凭着神的 可以说是来自神的 你可以翻译为我们对神的 圣经原文就两个意思吧 凭着我们对神的圣洁和诚实 他在视为人 对他们都是这样的 保禄意思说 按照神给我们这个 和服圣洁的单纯的心 他意思说 我们作为传道人 侍奉主的人 对神就专一的心 圣洁分别为圣 本来的词是道德方面的问题 是对神的心 最根本的意思 道德是很重要 但比道德更深呢 是我们对神分别为圣的心 绝对的 把我们的心完全归于上帝的心 所以保罗说 我们自己的心是完全归于上帝的 我们是完全在神面前是诚实的 毫无虚伪的 侍奉主的人 心要单纯 诚实 没有任何的虚伪 在神面前 在人面前 都是完全的 单纯 诚实 有诚信 简单单纯的心 好像耶稣教导我们 清心的人是有福了 因为他们看到上帝 清心是对神的心是清洁的 单纯的 这里说 simplicity 也是 基本意思都差不多 有单纯的心 有诚实的心 那我们在侍奉神当中 往往产生很多不同的一个挑战 面对很多的做决定的事情 有些事情要做决定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是考虑各方面呢 还是把让神的心单纯的 不行 很热 那个风停了 再讲下去可能要晕倒 不行 可能从阿拉斯卡回来的感觉 这里很热 可能要开开那个风 不行 受不了了 那 保罗的常信工人的决心 就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 在神面前 应该有一个单纯 诚实的心 在 从 刚才在温哥华的时间 有机会跟一些传道同工来吃个晚饭 这是礼拜天的时间 他们说 谢牧师过来 我们聊几句吧 他以为我是什么社官的专家 只是我现在除了讲一下话 基本上没有什么做 后来谈谈谈谈了很多事情 其中有一个传道人说 我真的侍奉主很多很难做的事情 很难过的日子 他说什么什么事呢 他说我盼望很多事情发展 但是呢 往往有些执事啊领袖 我们跟我作对的 我现在做事情都做不了 没有那个做得很爽的这个概念 这个感觉 有事情要做 总是有人拦阻 我一面再听的时间 我说 嗯 他以为他比我大 他说他52岁 我说我心中我还比他大一点点 他看着我很年轻 但是我看他跟我年龄差不多一个同工了 在侍奉主多年当中 他说啊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其他的领袖们 就是我们的男主 挡住我 我在一面再听的时间 我说 其实我们不一定从这个角度来想 可能他还停留在侍奉主 要把他自己的一面来推行出来 这个地步 但是我在想 在过去的日子当中 我好像没有他那种思维 很多同工们他们意见的想法 在讨论当中的时间 我没有说 这个是我的想法 你们那些人挡住我的 最好你们都闭嘴 我说什么话就算了 都最好 没有这个想法 可能就会我们经历的痛苦 经历的看到神自己的 看到自己的软弱 看到教会分裂的时间 在教会当中认罪悔改的事情 知道我们事情怎么做不重要 最关键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心 要对准上帝的心 完全说我们这侍奉主 神可以通过指示领袖们来 跟我们一起同工的 我不是完全对的 神的意念跟我的意志 不是等同的 我只要把我的心 很清楚的说我要侍奉主 我在神面前要做一个 真的是开放 我们现在话透明啊 那个是transparent的人 在神面前 坦荡荡的在神面前 我要侍奉主 其他人大家一起咱们合作了 这个都是技术性的问题 不是最重要 在当我侍奉主的 刚刚毕业的时间 同学们都说 哎我们要怎么做一个 传道的同工 当年我二十几岁 二十多年以前 当年有一个傻傻的想法 我说嘿我要做一个 不一样的传道人 不一样的什么意思啊 做一个authentic的传道人 authentic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真诚坦诚 完全在人面前神面前 都是一个让子的人 因为我也看到很多 在人面前一个让子 在神面前另外一个让子 在自己内心当中 完全不另外一个让的人 很多假面具的人 做很多很多面具的人 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 让我这个人的性格比较直一点啊 我妈妈说你的性格很直的 其实不太适合当牧师啊 当牧师要圆滑一点啊 你的人际关系应该不太好 他说神粗躁我 这个性格比较直的人 我就要保持在神面前 简单的心 simplicity 在神面前保持一个单纯的心 当然在侍奉主的道路里面 在侍奉主二十多年快三十年的道路当中 犯罪的事情有啊 有跌倒的事情 都有啊 但是呢 我在读这个事情 我在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 每一个侍奉主的人 在神面前要保持一个单纯的心 诚实的心 说了是就是是的心 不要乱讲 不要始始而非 等一下我们看到保罗要面对这个指控 他就很清楚的 不能是就是来自上帝的事 这个有诚信的人的心 以前说的话 以后说的话 都是同一个方向 同一个心出法的 今天 教会你们 产生很多问题 因为我们都喜欢 撒谎 喜欢说一下 不发自内心的话 我们的内心 太复杂 假如我们教会当中 每一个人都是 有一个清新的话 有一个真诚的心 大家一起来侍奉主的话 我们教会的事工可以很快的发展 我们教会的爱 可以出一个单纯的爱 我们教会的彼此 这个外展的福音是真纯 单纯的福音 不是虚伪的福音 所以保罗这里说得很清楚 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 信谢的人 不是靠人的聪明的 不是假装的 也可以靠人的聪明 这个聪明呢 是fleshy wisdom fleshy 这个希腊文的sucks 就是那个肉体的 不是靠人的 从世界的标准的智慧 假装的 心理学可以让我们 处理事情圆滑一点 我们去学一些什么 现在很多life coaches 甚至什么什么 negotiation skills 有很多seminar 都可以学习啊 现在很多的 我们可以上很多的课 帮助我们怎么一个 做一个有效的传道同工 帮助执事们怎么样 学习更好的 当领袖的一些技巧 现在教会里面 圈子当中有很多领袖的学问 都是很重要 但是呢 单单只是技巧的话呢 没有内心 没有圣命的话呢 不行的 保罗所靠的是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对人的真诚的心的人 没有虚假的人 是靠神的恩典的 为什么 神的恩典可以帮助我们 能够面对自己 面对上帝 面对人呢 因为我们内心有很多的黑暗 有很多害怕 假如不是靠神的恩典的话呢 我们没有能力去 温哥华呢 是个很有趣的地方 因为我们很多温哥华里面 有很多奇怪的经历 有一个弟兄 他从我们教会粤语堂 搬了去温哥华 这个弟兄呢 讲话好厉害的 他很多批评的话 常常批评我的 所以呢 我很怕他 每一次看他 他就训我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这种 牧师请你吃惯 吃饭的话呢 就是训我一个小时 吃饭了一个小时 训了百分之五 吃十 然后百分之二十 我讲话 你知道我讲话比较多的 很少机会 我讲话只有百分之二十五 他讲了百分之七十五 而且呢 教训我的话呢 都是百分之七十五的 所以我每一次见他 都很不愿意听他 很害怕 你知道每一个人 喜欢在他面前 给人骂的 差一点骂的 你这个牧师做得不好啊 我教你怎么做啊 那种 这种 他是否恶意还是善意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每一个人内心都说 哎呀 不愿意跟他吃饭啊 吃个苦菜 每一次就跟他吃饭 我去温哥华 今年又太忙了 我就害怕 没找他 那两年以前我去找他 我知道这个赵玉 应该是怎么样的 教训我二十五 百分之七十五 但是呢 我可以逃避他 对吧 不见他 但是他还是我的弟兄姐妹嘛 他说哎 这一幕是你在温哥华 一定要找我 那我去找他 去找他的时间 我可以说 好好好 那七八糟 讲些话都拜拜了 但是不行 我要做一个真诚的人啊 我要面对他 面对自己的害怕的心 面对自己的 那他教训我的东西呢 也不是完全错误的 有些事情是说的对的嘛 巧妙的事情是说 人家骂你的 就是他是坏人 坏得不得了的话 他骂你五个事情 总最少有一个事情 是骂得对的 因为他看的事情 虽然他眼光不好 他的角度不好 但是他也是 有些事情看得准的 所以我面对他 他训我的话 我内心也要面对自己的软弱 面对自己的罪等等 去吃他一顿饭啊 真的是靠上帝的恩典啊 那明白吗 没有上帝的恩典说 他骂我 他骂得对的事情很难受 耶稣的恩典 帮助我 医治我 没问题 他骂我 我都可以承受 而且可以接受他 把他的骂 成为来上帝教导我的内容 神的恩典 医治我 让我有受伤的话 神的恩典补助我的不够 而且打开我的心 把心中的难受啊 仇恨都处理好 清理好 让我能够坦然的 面对他 面对自己 面对他的责备 神的恩典 我们要靠神的恩典来面对自己 真正做一个诚实的人 那个真正的 单纯的人啊 首先有能力去面对自己的黑暗 每一个人都喜欢逃避的 每一个人喜欢面对自己的不好 是吗 有人说你这不好不好 每一个人都不愿意 夫妇之间 两夫妻之间 老婆说骂你 哎呀 为什么你东西总是放不好 你说我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 不愿意承认错误吗 结果 关系当中出现很多问题 我们要做一个单纯的人 诚实的人 要有面对自己软弱 罪恶黑暗的那个能力 靠神的恩典 不需要人的智慧 心理学告诉我们 用各种方法 爱自己 自我爱自己 自我形成好 就可以了 用各种的心理学的方法 这些方法有点用 不是完全没用 但是不能根本的帮助我们 因为人所需要的不是方法 人需要的是神的爱 神的恩典帮助我们 让我们把内心的问题 各方面能处理好的话 我们才有一个单纯的心 来侍奉主 在我侍奉主 虽然时间不算很长 从1986年侍奉到今天28年 慢慢让我能悟出一个道理 我们是否有很多技巧 可以讲道的技巧 带查经的技巧 辅导的技巧 带领教会的技巧 都有很多技巧 是吧 假如没技巧的话 那不用需要去念神学啦 不需要去受培训了嘛 这个要学的 但是最关键的不是技巧 最关键是慢慢的反驳归真 能够从各方面的技巧当中 找到一颗对神单纯信心 那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东西 各方面的技巧 从技巧的方法 我们相信的不是技巧 不是方法 相信的是永生神的恩典 靠神的恩典 一步一步走 靠神的恩典 经历神的意志 靠神的恩典来侍奉主 靠神的恩典来 背负弟兄姊妹的重担 慢慢的自信 完全的来依靠上帝 这个才是我们侍奉主的能力资源 求助帮助嘛 经验 技巧 方法 都可以学 都可以忘记的 有它的有限的时间 我们英文说shelf life 那有些东西放在一个架上 他说 expire 你买东西啊 我们知道买东西 买牛奶啊 看看他还有多少 他再过两天就expire 这过期的话呢 你不要买 除非他砍价砍了很多 你才买 马上把它吃完 不然的话再过两天就坏了嘛 方法有它的shelf life 以前的方法 今天可能不管用 今天的方法 明天可能用不了了 因为社会人改变嘛 教会改变 但是侍奉主真正的方向 就是我们依靠神 单纯的信 信靠神的心 信靠神单纯 信靠人 都有一个真诚的心 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主里面 需要学习的 好 保罗他是一个有诚信的工人 所以他跟他的教会来分享说 我写给你们的话 并不外服你们所念的 所认识的 他意思说 我的心已经在我写给你们的书信当中 写的清楚明白了 你们不要乱猜 因为当时呢 攻击他人 拿着他的信 保罗这个写的信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他每一封信 成为他攻击的对象 那你知道 要攻击人很容易的 你说一句话 都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来攻击他的 保罗说 我说的话 是就是是 我说的话 写的信 就是很简单的 你们不要乱猜 我所写给你们的 不在乎你们所念的 所认识的 他已经就是这样的 我说的话 就是诚实的话 保罗的盼望 所以他盼望能够在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以你们夸口 好像我们夸口 保罗的盼望是 他把这个心拿出来 交给哥林多的教会 他盼望哥林多的教会 以他夸口 以他为荣 他盼望在耶稣基督的日子 在期待耶稣再来的时间 能够以哥林多的教会为荣 彼此夸口 在神面前 彼此看到神的荣耀 这个是一个诚信工人的盼望 这个是保罗的信 但是呢 保罗在面对的 却是很大的挑战 我既然这样生信 就早就意到你们哪里去了 叫你们再得益处 也是从你们哪里经过 往马其顿去 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 叫你们送我 给我送行到犹太去 那当时呢 保罗想法是 去马其顿的时间 经过哥林多 然后呢 再回哥林多 然后再回那个犹太那边去 去两次的 这个是他本来的计划 在他书信当中提到 后来他没去 没去就惨了 所以当时攻击他说 哎呀这个保罗呢 说了不算的 说了来就不来了 所以呢 这里说 我我所起的义 起是从情肉起的 情肉是肉体 不单单是这个信的 是这个从犯罪的 个人的 自私的 起来的吗 叫我 胡是胡非吗 这个人呢 这个人呢 攻击保罗的人说 这个保罗啊 他说话是 又湿又飞的 他看这个风 怎么转的话呢 他都开船 怎么方向 我们中国人 有一句话叫 骑墙派 在墙边 看他怎么走 在往那边 看到那个方向怎么样的 马上变的 变他们的这个立场 所以他们说 保罗就是这样吧 他看到现在 跟我们关系好了 不好 就不来了 只是他又受满人心 他根本不是使徒的料 他是一个讨人喜悦的 他看到我们现在 关系不好有矛盾的话 就拍拍跑了 所以有很多攻击他的话 所以保罗呢 现在当时面对一个 个人的攻击 那假如我们是保罗 我们怎么回应啊 很简单 你们乱讲 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是保罗 是好人的人 但是保罗没有 没有马上 从自己 个人方面来回应 很奇怪的 保罗呢 回到上帝 跟他的福音 跟他的信息来回应他 为什么呢 因为保罗深深的明白一个道理 作为传道人 作为一个使徒 假如他的诚信出了问题 不是当然他个人的问题 乃是他整个福音 他们对上帝的认识的一个问题 因为使徒传道工人 基本上就代表神 把他的话 把他的道传出来 把他的恩典传出来 工人不能说 我代表我自己 我们宣讲神的话 我们传神的道 基本上我们就带着 我们是基督的使者 我们代表基督 来把神的话传出来 所以保罗知道 他们攻击他 不是个人融入的问题 他是个神学的问题 对神的信心的问题 对上帝的了解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回到 他怎么说啊 我指着信实的神说 那个重点是 他个人的诚信有怀疑的 他要回到基础是神的信实 我指着信实的神说 信实的神 第二部分 信实的福音 我们向你们所传的 道 并没有是而又非的 那他是个人说 又是又非嘛 我信实的神 现在我们传给你的是 信实的福音 没有又是又非的 信实的基督 因为我在和希拉和提摩太 在你们中间所传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我怎么搞的 哇 哦 这个搞错了 这个没有 总 不要看这个了 总没有是而又非的 福音没有是而又非 传的耶稣基督通过 希拉跟提摩太跟保罗 他们是神的破人 把基督传给他们 这个基督呢 没有又是又非的 都是在他 只有一个是 是什么 我们不懂英文的都知道 yes yes 那我跟我妈妈去度假 我妈妈不懂英语啊 他们在说 他说yes yes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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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基本上yes and no 都能够说嘛 不懂英语了 我妈妈八十多岁 不懂英语 但是yes no 基本上他能说 其他的第三句话 他能说不出来 yes 跟no 保罗说 在基督里面 没有yes and no 只有yes 神的信实 对人说 It's a yes 神的恩典 爱 拯救这个世界 It's a yes 对世人是yes 基督里面 就代表神的yes OK 只有一个是 神的应许 不论有多少 神在救育 有很多的应许 但在基督里面 都是是的 在基督里面 所有应许的 集中应验出来 就是yes 神对人说yes 我爱你 我接纳你 我救你 yes 所以接下来 也都是实在的 这句话 中文翻译是实在的 翻得不好 应该是翻译了 Amen Amen 我们知道什么意思 有意思 中文话说 诚心所愿 阿们 在中国 有几位老弟兄姐妹 他们在中国来 刚刚从中国来 我在中国去家庭教会 我就发现他们喜欢这个习惯 讲到的话 基本上讲了一句话 Amen Amen 不断的Amen 那个是山东的教会 Amen 就是说 同意 完全 这个是代表我们的心的 诚心所愿 Amen 其实 yes 这个是这个字 跟Amen 这个字 同一个字 在希伯来语 这个是希腊文 保罗这里不是写希腊文 他把那种希腊文 把那个希伯来语 跟着亚兰文写出来 是跟Amen 这个字呢 都是同一个字 跟 当时基督徒 假如是希腊人看不懂 但是很多基督徒 都是犹太人嘛 他们看的话 他们就明白了 在神的面前 都是是的 是 I am 是 然后呢 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的回应就是 Amen 是 实在的 我们同意 认同 通过我们的Amen 神的荣耀更多了 神的恩典 我们同意 我们的Amen 的话呢 神的荣耀通过我们的 以Amen 来回应神的荣耀 他的荣耀更多 增加了 因为他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彰显出来 我们说Amen 我们同意 我们归荣耀给神 这好像荣耀多而又多的意思啊 所以保罗说 信实的神 Amen的神 信实的福音 Amen的福音 信实的基督 在我们当中 Amen 整个都是神的信实 而且呢 这个救恩呢 也是今天 还是非常可信的 在基督里面 坚固我们和你们的 高我们的 就是这位信实的神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们现在还没得救吗 现在还在得救的过程当中 但是他在圣灵的印当中 他就用印印了我们 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捧据 保罗意思说 我们看 整个救恩 神是信实的 福音是信实的 福音的主人是基督 基督代表神的信实 而且我们在圣灵当中 Amen 活应神的信实 现在活在一个可信的救恩的过程当中 领受了圣灵 耶稣基督再来的话 时间 我们的圣灵 就可以在今天 不断的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 所以整个救恩都是信实的 而且在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地方 整个信实的福音 是通过保罗 希腊 帖摩太太太是使徒 把这个福音传开 信实的神通过有诚信的使徒 把这个信实的基督 介绍给他们的 现在信徒说Amen的时间 他们就活在整个信实的神的恩典当中 所以保罗说 千万不要说他是又是又非 保罗因为凭着神的恩典 凭着信实的神的恩典 今天活在一个诚信的人生当中 他的生命是可信的 因为他背后是个可信的上帝 他保罗不是个完全的人 但是他的生命在神的恩典当中 活出一个诚信有诚信 诚实单纯的心 今天我们要在神面前 我们要好好地想这个问题 有时神说 你们我们是侍奉主 我们做的有限 你们不要看人 要看上帝 所以我们做侍奉主的 偶尔犯罪啊 乱讲话 不小心啊 得罪人啊 得罪神 没问题的 因为神比我们大 这个搞错了 因为我们侍奉主的人 我们是代表上帝 上帝是信实的话 我们应该是否一个战战兢兢的 以单纯的心来侍奉主 不能随便说 我们是人而已 给我们一个结果去犯罪 活在虚伪当中呢 这个标准很高 最后保罗还要解析 为什么他没去嘛 因为他真的没去 没去哥林多教会 他还要解释 为什么他没去 在保罗的具体的解析当中 他看了他 他不单单是一个诚信的工人 他是个诚信的牧者 那这里呢 对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 都要很大的提醒 他说 我呼吁神给我们的心做见将 我没有往哥林多去 是为了欢容你们 英文是spare you 正好是我要打你 要骂你 甚至我没去的话 这是给你欢容 那不 为什么欢容 因为上次保罗去的话呢 关系很好 就责备他 去我们第一堂就讲过 他去了好几次嘛 有一次他去的话 因为提问他也告诉他 那个情况很乱嘛 他马上去 没有内容发生什么事 没有说 可能当时呢 他跟他们的领事文 产生很多的矛盾 所以结果呢 产生很多的忧愁 所以他就马上很快的离开了 所以他说我现在不去 不来 不是因为我改变我主意 又是又非 乃是我欢容你们 那当然保罗这里 他是个牧者的心 欢容的话呢 他马上要说 他马上想 假如当时 哥林多的会友说 你欢容我们 那你是我们的主人啊 我们是奴隶啊 那你是要欢容啊 你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你这么凶啊 怎么厉害要欢容我们 所以保罗马上说 我不是侠管你们的信心 你知道吗 保罗马上 你看到这个牧养的 一个牧者的人讲话呢 真的要顾念 听的人的他的感受 一个牧者的心 他要顾念别人的心 他要欢容的心 他叫人喜乐的心 他说我不是侠管你们 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 因为你们凭信才站得住了 他说我不是要侠管你们 我所关心的 是你们的喜乐 这个快乐好像很开心 应该是喜乐 Joy比较好一点 喜乐是比较深度的一个快乐 今天看了一个好的电影 很开心 不是这样 喜乐可以跟苦难并传的 有苦难当中 因为有神的盼望 我们还可以有喜乐 而是指向末世的时间 耶稣来的时候 我们在耶稣里面 得到永恒的喜乐 这个喜乐是个超越的喜乐 是神同在圣灵帮助我们 那个永恒的喜乐 今天住在我们当中 所以保罗说 他欢容他们 他不要再责备他们 他盼望他们有喜乐的心 这个是牧者的心肠 说话 不是当然他骂人 乃是 好多年前 很多年前 我这个老师 叫我 你知道我们当年 当年呢 讲到的有些 有些是我们的学习的榜样 其中一位是唐重荣牧师 哇 他是讲道 哇 滔滔不绝 哲学什么 而且骂人骂得很凶 当年我一直听他霸天讲道 哇 给他骂的 骂得抬不起头来 他 这个才是我们讲道的典范 那老师告诉我们 他说唐重荣牧师 是个粉性家 他来讲道 讲几篇讲道 骂人 没问题 因为呢 你就需要他骂几天 因为我们 在侍奉主教高楼下 有人在骂你几天 马上醒过来 但是呢 我们做一个教会的牧师 每天在 每个礼拜天 在讲台下骂人的话呢 这个不是牧师的角色 牧师是个牧养的人 要医治帮助 要多说鼓励的话 要顾念会有弟兄姐妹们 他们的心 他们受伤啊 唐牧师过来骂三三天 以后你要包 医治他二十天 骂三天很重要 醒过来 他是受伤的吧 你要医治他二十天 半年才可以 一个牧者的心 不是个粉性家 是个真正 顾念人的内心 叫人有快乐喜乐的心 才是个牧人的心 为了对方的感受 顾念人家 才是很重要的一个 牧人的心 另外呢 最后一节 第二章第一 第二节 这里有 我们看到保罗 那个牧者的心肠是 他以信徒的喜乐 成为自己的喜乐 分不开了 我自己定了主意 再到你们哪里去 必须大家没有忧愁 倘若我叫你们忧愁 除了我 我叫哪忧愁的人以外 谁能叫我快乐呢 那这个你会看到 忧愁快乐 是保罗忧愁 还是哥林多教会忧愁 是保罗快乐 还是哥林多教会快乐 分不开了 好像保罗好像 搞乱了吧 一些时间是保罗忧愁 哥林多教会忧愁 保罗快乐 哥林多教会快乐 我们看到 基本上 对一个传道人 一个牧者的心态说 他的忧愁 就是会有弟兄姐妹的忧愁 他的弟兄姐妹的快乐 就是他的快乐 他这个侍奉主的人 那个工人啊 把他的快乐忧愁 都已经完全的奉献出来 交给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快乐 他就快乐 弟兄姐妹生病 他的忧愁 他就担忧 这个是侍奉主的人 那个工人 除了是传道人 每一个侍奉主 领袖 平心土领袖 都应该有这个心态 我们中国有一个 那个 范仲淹 先天下 我的中文论 之忧而忧 后天而死 我的中文程度不太好 所以现在这个念不出来 这个道理差不多 但是呢 这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 这个 又患意识的这个心态嘛 我们要承担国家承担 他在保罗的心态上 他不是中国知识分子 他说我们 是奉主的人 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背齿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耶稣爱他的群羊 我们应该同样的心去爱我们的羊 我们牧养的羊 不是狭管他们 乃是要让他们在神面前 有信心 站立得住 而是他们的喜乐 就成为我们的喜乐 他们忧愁 我们就忧愁 我们把整个人生都奉献给他们 单纯对神 单纯的心 对人完全放下自己 对人就是一个心 我来侍奉主 就是要让我侍奉的对象 在神面前 信心 爱心 盼望 长大 这个是侍奉主的很高的境界 各位弟兄姐妹 往往我们侍奉主的时间 有很多我们个人的考虑 有个人的野心 当我刚刚来教会侍奉的时间 我说我在教会侍奉 只是个过渡而已 做三五七年 我就做完以后呢 我就去做更大的事 当时这个想法 我做教会是小事 做以后什么社会事 才是大事 但是神把我这个想法完全打破 你好好学习侍奉你的羊 这个就是大事 那么以后侍奉主 道路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呢 神要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 在一个小的群体当中 学习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钉死在十字架上 完全的效法基督来走十字架道路 完全的培养出一个单纯 信息归主的心 然后呢 把自己的心 把自己的快乐 单纯的心 侍奉主单纯 侍奉人 完全的来委身在他们生命当中 这个是今天神不断的教导我的一个方向 我盼望你成为我们的鼓励 每一个侍奉主的人 我们都有好像保罗一样 单纯的 有单纯的心 有牧养的心 我们可能面对很大的委屈 是吗 侍奉主的人都要委屈的 有人说你这个人做什么事情 有动机不好啊 每一个侍奉主的人 都有很多攻击的 当你爱主 越热心侍奉主的时间 魔鬼攻击你 保罗面对很大的攻击 说他又是又费啊等等 但是保罗没有生气 没有生他的气 保罗抓住神的应许 神的信使 来把他的心再一次交给 哥林多的教会 这个是我的心 我们盼望我们能够以理夸口 你们也能够以我夸口 求主帮助我们 面对困难攻击不要紧 我们回到信使着神的怀中 靠着神的恩典 再一次走出一个单纯 十字架的道路 神可以给我们的家序 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这个已经足够了 其他人的家序不是很重要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教会需要更多的 有牧者的心的同工 我们今天需要很多的 传道神区院 要培养出更多真正的牧者 有人跟我说 今天神区院培养很多写文章的人 因为读神学 基本上都是写文章 每一课都写文章 所以读了三十课的话 写了三十多篇文章 所以写文章的能力不错了 但是牧养的心好像没有培养出来 知识不错 确实去做的话还差很远 今天神的家序需要牧养的人 真正有牧者心肠的人 当然我们做牧者的话 先要牧养家人 师母跟我说 你今天回来以后 你不能把完全所有时间都教会教会 你要回来处理 有些家庭的问题 因为我们去度假以后 我的岳父九十四 我的岳母九十四 他们睡倒了 进了医院 所以他们受伤了 而且他们其他姐妹 他们都要度假去 所以这一两个星期 只有我们一家了 所以你要先 不然当然牧养教会 要牧养你的岳父岳母了 感谢主 我要真的要面对他 帮助他们 他们九十多岁了 这个需要 但是他也提醒我这个事情 人做一个牧者 这个心不能改变 哪管是牧养家人 牧养弟兄姐妹 这个牧者的心 今天是很缺乏的 在教会当中 凭信徒的领袖们 我们很多都不是传道人 我们都是工人 在教会当中 侍奉主的 求主帮助我们 同样的有这个单纯的心 一个牧养的心 耶稣是大牧人 我们是小牧人 来把我们的心来牧养住 这个真的是大事 现在我在人面前说 我不做大事了 我要做小事 神赐给我们众多 一个一个的弟兄姐妹 人看为小事 在神眼中都是大事 因为神要我们去爱他 用基督的爱爱他 我们不要盼望 因为我们的不忠心 因为我们的软弱 一个小羊 他说我以后不相信上帝了 我以后不相信传道人了 我以后不相信教会了 我盼望 我们不再听到这个事情 太多的话就说 我们不 I don't believe in church anymore 我不再相信教会了 I don't believe in pastor 我不相信传道了 我不相信执事了 他们都是坏人 教会都是坏的地方 我的心很疼的 你的心疼不疼 疼啊 所以我们要 改变这个问 这个命运 改变这个事情 让更多的人 为教会 软弱的教会 感谢上帝 看到神的恩典 为软弱的传道人 但是却是看到神的荣耀的传道人 感谢他 让神的荣耀 通过我们现在 软弱的人 传道 同工们 教会 能够让神的荣耀多而又多 我们一同祷告 今天天父 我们感谢你 主啊 你减少我们 我们多么的不配 但是主啊 我们看到今天教会里面 有很荒凉的一个情况 有很多让人 让你自己都流泪 难过的同工们 主啊 让你向心难过的教会 主啊 我们求你怜悯我们 让我们 让我们的心 有一个圣洁诚实的心 让我们有一个牧养的心 让我们再次建立我们的教会 能够真的充满你的荣耀的教会 我们不愿意看到一个小羊 我们再次受到伤害 主啊 因为那个小羊 就是你所爱的一个羊 求主 黏名我们 黏名你的教会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灵 Amen